看看新闻吧 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 张博之一谈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就满脸洋溢出幸福笑容 而且他还调皮地表示 自己从八岁开始就有了当妈的念头 从我八岁的时候开始 你八岁的时候开始想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你觉得要刚好生两个儿子 没有 我就想要当妈妈 为什么 就喜欢小孩啊 然后我喜欢教育 然后我喜欢法音的那个过程啊 对 金星你小时候八岁就开始想要当妈妈吗 没有 我六岁就想做女人了 所以想做女人跟想做妈妈 依然是两件事吧 但是有一件事能做成已经很不容易了 太幸运了 孩子带来快乐 但如何分配精力就是个难题 张博之谈言 在两个儿子之间 他的确有所偏爱 而他更爱的就是大儿子卢卡斯 老大他是第一次给我当妈妈的感觉 然后第一次让我改变 从还没当妈妈之前那个性格 生活的所有的 就不一样的感觉 都是老大给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是最难忘的 然后呢 那不代表我不爱第二个的小孩 就是当时老大真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我会放很多时间在老大身上 因为如果我把Lukas 就是老大交好的话 那弟弟就会跟着大哥 虽然张博之和谢霆锋的婚姻 在2011年8月走到了尽头 但两人分手后 对于孩子的关心丝毫不减 两个孩子的成长 也没有因为父母离异而受到影响 张博之告诉大家 大儿子卢卡斯至今还会吵着 要看爸爸谢霆锋主演的电影 我一放片 他说是不是你的片 我说有问题吗 他说我不看你的片 因为我大部分我的片都是 哭泣啊 然后打笑啊 然后他看过了之后 他流眼泪啊 他以为是真的 所以他就不喜欢看我的片 那我就给他爸爸的片给他看 因为爸爸的片都是英雄啊 后来他拿仓了 把他罢了 这样子 所以Lucas就男生 就觉得这样子很酷的一个事情 此前才有媒体报道 张博之已经投入到了新的恋情中 虽然这一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张博之在节目用之时 大方分享了自己对于新感情的态度 他表示如果以后要投入新感情 一定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我不会乱去想要去拍拖什么的 当然上天要安排 因为真天只要下来的时候 打一打不住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不是真的自己很确定 然后那个感情很稳定的时候 我也不会给我的小孩知道 不会让那个男人心里进入到你的生活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还是 要给孩子负责 对对对 准备要第三个孩子 我们将来有机会的话 要第三个吗 我希望最小三四个 如果有幸运的话五个我就可以 哇 娱乐新天地言斯达顾寻上海报道